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你好,我是梁煙成 和大家講講世界大事 台灣蔡英文 又玩了一種 過美國境的外交 然後去 中南美洲的一些友邦 回來 美國受到台灣人相當的歡迎 演講 又能夠 在Reagan的圖書館演講 又進去Larser參觀 都認為 應該得到外交的成績 怎知計好條數 就是 薩爾雅多 當蔡英文一回去 而打算接受歡呼的時候 薩爾雅多突然宣佈 就跟台灣斷交 是跟中國建交的 當然 時間又計好 就是羞辱 蔡英文 蔡英文本來想藉著 85度C 咖啡 事件搞大 說中國打壓他 因為他在85度 咖啡 喝咖啡 台灣的 咖啡店 在中國都開了很多間 結果 中國的網民 大時抨擊 其實中國政府 沒什麼要迫害 這個85度 的 店 而普通人民 繼續喝咖啡 不過有些網民 大肆批評 於是 蔡英文又乘機說 這是中國 打壓台灣 講來 蔡英文就是那句 我們不會屈服的 但是 當他正是 以為這次 做到一個成果 因為他整體的 名望 已經非常之低 早次外交 成果 誰知 薩雅多 就 即時失去 令到他在位之內 已經 幾個國 和他 斷交 了 而 這個 薩雅多 和 台灣都有 八十多年的 相交歷史 和國民黨 中華民國 有這個相交歷史 但是 現在 最大問題 就是台灣的評論都指出 他說 蔡英文一直都要去中國化 根本是去中華民國 別人建交過是中華民國 不是台灣 那你現在 一直去中華民國化 中國化去除 最後 別人就跟他斷交 而這個薩雅多 當然也是一個 長期來 曾經有過很多 戰爭和苦難的國家 這是一個很小的國 曾經一度都被墨西哥 控制過 不過 墨西哥帝國崩潰 他 出了來 曾經成為 中美洲的 聯邦國 最後 又倒了 聯邦國 成為一個 獨立的小國 他是 這個 國家 薩雅多 原本就是 西班牙人 去佔據 的地方 那麼 西班牙人 當然都是 相當的迫害 而且因為西班牙人 令到 原住民 大舉的死亡 因為 帶了一些 新來的病菌 其實16世紀 西班牙人 佔據之後 成為一個 浩劫 而那種病毒 令到 本地人很多死 到了1841年 薩雅多 就獨立 但是 也是 一個很貧窮落後 又不公平的國家 因為他主要 靠 產咖啡 產咖啡 作為 他周末唯一的農作物 出口 竟然佔出口的 90% 20世紀初的時期 90%出口咖啡 當然 那些咖啡商 控制了 農民 生活艱苦 後來 曾經 發生過暴動 又被 武力的鎮壓 殺了 三萬多個 原住民 原住民 到現在 人口 已經是相當的少 不到1% 差不多 都被 弄死了 但是 到他 獨立之後 暴動 當然又殺了一輪人 之後 到 六七十年代 貧富懸殊 太過厲害 農民 在 共產黨的支持之下 加上 天主教的 教士支持 和地主 抗爭 但是 美國 支持 主要的地主 和商人 因為 怕共產主義 在南美洲 能夠 立腳 因此 打到 非常熱烈的 內戰 當時 蘇聯 古巴 支持 解放陣線 美金的援助 內戰最激烈時 每日 120萬美金 幫軍隊 跟共產黨 入擊隊打 但是後來 由於 政府軍 太過 殘暴 射殺 任何反對 人士 而且 曾經 政府軍 涉連 去 奸污 四個 修女 槍殺 天主教的 大主教 引起 世界的震驚 而天主教當時流行的解放神學 在那個地方 亦是 很多時候 說出來 由1980年 1992年 內戰 有數以萬計的人 死亡 無辜的死亡 1992年 才 在各方面 條定和解 被共產黨 支持者 出來選舉 其實現在 共產黨的支持者 政黨是執政的 但是執政之後 不是他解決到問題 無論革命派 或是 傳統的 商人 地主派 哪個執政都解決不了問題 事實上 這個 國家 大貧窮 大貧富 懸殊 但是 目前 形勢較為安定 但是 由於 左翼的政府 基本上 都不是那麼親美 以前右翼政府親美 所以他們也是很親台灣 因為台灣當時也是 親美的右翼政府 但是 現在就變成左翼 當然就沒有那麼親美 也不會怎麼親台 最早 他有開發一個 海港 聯合港 Ulian 這個聯合港 就是 他在中美洲 太平洋 還要港口 錢就丟進去 但是沒有人繼續投資 就搞到 非常的不行 嘗試找台灣 叫他 幫手開發 已經豪資了 一億美金 日本和比利時 公司成建 落成之後 並沒有達至 如期的理想 營運 沒有人來營運 叫台灣給錢 台灣以後免得 金權外交 又不肯付錢 台灣已經付了很多錢 這些地方 其實他想維持 所謂幫交 不過是靠錢 現在他不付錢 別人不要 台灣經常都為了錢 罵人 其實 國家的利益 不如有道義可說 但是 而且 因為舊時 馬英九時期 中國說 明會 去搞 搞 台灣 台灣 那些 建交國 的關係 所以 當時 曹雅多已經想跟中國建立關係 但是中國 拒絕 因為支持 馬英九 馬英九 拖了 8年 這些國家 很想跟中國建交國 一見 塞英雲上台 還不乘機 動 而且 其他國都開始 多明尼加 都已經 跟台灣斷交 當然是他乘機 然後 大家都一起走 不要說沒有道義 都是為國家利益 所以 這次 就形成了一個 對台灣非常不利的情況 台灣 蔡英文 當然 他自己 連 中華民國 他都不要 你還有什麼 好說 別人建交 他叫中華民國 不是叫台灣 可以說 台灣 中美洲 差不多都被攻破了 很重要 哥斯特尼加 已經沒有了 多明尼加 也沒有了 現在 薩爾阿多也沒有 一個個小國 都歸向中國 中國當然 中國大把錢 他的錢協助 窮國家 而且幫他開發 港口 雖然中國一定很有興趣 美國當然很緊張 因為如果中國在 中南美洲 找到港口 美國 後院 中國的勢力 游到來 當然美國 不是很高興 所以美國 又說一些說話 說中國 改變現狀 這些現狀 不是中國 單方面改變的 牛不飲頭 不飲水 怎麼 按得牛頭低 所以薩爾阿多 和 台灣 斷交為 他自己的 國家的決定 都不是美國 有權 去說話 當然 美國表示 心感 失望 叫中方 不要危害 台灣人民 不要脅迫 問題 就是 蔡英文 做的 總種手段 前引 你敢後果 這個蔡英文 也要反省 他自己 你不斷去中國化 又不准讀中國歷史 以及 對自己的人民 都做了很多手段 當然 他自己造成一個 令到 眾叛親來的後果 而 外交上 蔡英文 一點都表達不到 他的寬容大道 或者他應有的 一個 道德的表現 有什麼人會跟從你呢 你知 一個 上台前 好像還挺好的 上台後 其實是一個 凶狠的政客 所以 蔡英文 既失去民心 又失去國際的支持 都形成 民進黨的困難 所以現在 阿文哲 第三者的世界 不再跟 民進黨之後 就在選舉上 造成 民進黨很大的威脅 很可能 不但搶到 台北這一帶的力量 也很可能 將來去選總統 可能是 第三 這個人物 搶到總統不定 所以台灣現在形勢 非常複雜 休息一會 再談